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非凡股市周报 而在美中贸易战重启协商之际 这个礼拜连准会又是来了好消息 似乎暗示今年下半年要降息的几率 相对来讲是比较高的 而全球的股市 汇市 债市 有没有机会受惠于这样的资金狂潮呢 今天现场我们邀请到三位专家 首先来欢迎的是戴新明戴总 戴总你好 主持人小玉好 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 戴总今天会针对了全世界的资金狂潮 来帮我们看一下台北股市在这里 到底底守不守得住 那当然台股有没有机会继续上工 也要看一下我们的股王大力光 尤其是在大力光招开完法术会之后 对于后世的行情研判 我们要来请教的是李冠青 冠青你好 小玉好 大家好 好 冠青说了 从营收 从获利 还有从大力光的话来解读 看看大力光到底还有没有办法继续地揭竿起意 那当然资金狂潮要对于股王 对于台北股市有受惠 联准会的话当然是一大关键 所以针对了全世界的资金布局 我们要请教的是林汉伟 汉伟你好 小玉好 大家好 好 汉伟今天也要针对了 在整个全球的资金狂潮之下 这个故事战士似乎都涌起了一些不同的讯号 今天三位来宾一同在8点到9点的节目当中 跟大家来说清楚 那当然节目一开始呢 我们要针对大盘目前为止整体的动态 来请教戴新明戴总经理了 也请戴总来到镜面之前 帮我们来看看 因为在过去一周 这个美中好像暂时划下了一个休止符的同时 是不是真的也能够让这个最坏的情况过去了呢 美中贸易战是这样的 上次G20会议之后 美国跟中方 他们现在是在台面下 悄悄地联络进行 但是我一直有追踪这些新闻 并没有什么比较明确的进程 只是有一个待会跟大家报告 但是先跟大家讲 这个美国股市的狂潮 请导播秀一下美国道琼股市 那吓死人了 历史新高 对啊 道琼还攻到 道琼我们看道琼指数 道琼攻到27000点 对不对 攻上27000点了 而且还没有很大的量 太厉害了 反正电子股跟费成半导体 没有往上走 主要是美国人预期 FED在这个月会降息 好像川普一直骂一直骂 有效的 所以不管一码或者是两码 现在只是几码的差别就对了 一般预料我们看画面 一般预料是降息一码 那我看法是一码比较可能 两码的话机会可能不是很大 但是也要特别小心 在他们FED开会的时候 是这次到7月30号 7月30号 30号宣布之后 说不定最怕是什么 利多出境掉下来 所以如果从现在开始涨到让 涨到FED在7月底要开会的时候 反倒这个利多要小心 但是美国股市现在进入什么 美国财报州 7月财报州 所以尤其是月中 下个星期一之后 月中之后呢 陆陆续续财报州的表现好坏 会影响到美国股市的表现 大概跟大家简单这样讲 另外一点大家很关心 上次GT&T之后 这个川普不是习近平说 我暂时不下重手 那个3000亿关税 对不对 那么华为的这个禁止 我稍微松绑一下 就上个星期一大涨对不对 那之后你看就休息休息 好 画面上面看到 美中重启贸易谈判 但是美国先来一个比较友善的动作 先行货民 所谓货民就是说free 我不算你这个关税 这是什么 110项的产品关税 包括主要是在医疗的部分 医疗产品的部分 还有一些不是很重要的电子组件 什么坦值电容器 一些这种零零碎碎的那个电子零组件 但这个表现的就是美国愿意说 我释出善意看你中方愿不愿 但现在中国方面它还是有个问题 它就是要谈判可以 你把先前所有增加的关税那些 通通给我取消 哇 那这么一来 它设这个条件美国会不会接受呢 对不对 很难讲 你看5月20号那个时候 就两个月差不多一个多月前 那时候不是2000亿吗 对 然后更早我记得是 是几个月前 还有两次的那个关税增加嘛 那么你如果通通取消重新来 那美国它可能不太愿意了 所以这是目前 目前美国跟中国方面贸易谈判有重新来 但是我看这个进展恐怕不是那么的顺利 好 那我现在讲到重点了 好 这个大家看看 我们大力光法座会 这个在星期四 星期四下午公布出来 那大力光真的很会赚钱 这个上一季 456那一季的上一季呢 EPS赚了48.84元 好 48块整数 法座会大家看很好 而且它这个跟毛利率69.84 将近70% 去年的第二季大力光EPS是41块 那今年的第一季呢 大力光EPS是这个37块 待会我们冠青胸 可能会做更详细的解析 我简单带一下 但是各位看 大力光在星期五的股价表现 好 导播秀一下 我们看一下 这大力光表现 上开低震荡 画面上面大家看到放大你看 哇 你看黑棒 好 为什么是黑棒呢 各位 看前一天 在星期三的时候 应该要有人知道 大力光的业绩会不错 先行进场 然后呢 这隔一天在星期五的时候 开高这些马上就卖出 通常都是这样子 一般赏户不会在这边买的 都是那种主力法人 有消息的人进场去买的 所以大力光法座会其实还不错 但是这个他们执行长 这个林恩平带了一个尾巴 8月的订单看不出来 7月会比6月好 因为6月很低嘛 对不对 7月会比6月好 8月看不出来 哇 这个法人傻眼了 我看了也傻眼了 他是说老实话 他是一个老实术 以前我们有个电视节目 老实术 老实说 他是很老实人 有多少就讲多少 不会吹牛 所以这个大力光 我觉得公司法很可靠 那业绩有多少就讲多少 不会乱吹牛 好 再来 业绩关我们大法 台积电法说会 台积电第二季的获利 会不会比第一季2.37元更好 他的毛利率 然后最主要第三季 因为第三季 台积电对于苹果手机的 这个晶片 这个CPU出货到底怎么样 大家更为关心 因为今年的苹果手机 根据在美国的研究报告 可能苹果手机 它出货不会卖那么好 那变成苹果手机 可能跟台积电下的这个晶片的这个订单 可能不会那么多 另外华为的这个被管制是不是有影响 也是大家很关心的 这一点 台积电这边跟大家带一下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下一个字卡 就刚刚讲苹果公布 苹果 因为这个四五六月份 苹果没有什么特别的产品 特别创新的产品 所以相对来讲 它的财报就不像其他月份来的好 对 可能不会很好 预估是这个 可能会衰退十几% 不是很大 但是就是苹果对他们第三季的转望 将来的这个出货到底怎么样 也是大家特别注意的焦点 但是它股价在7月9号的时候就有先行下跌了 这个苹果的股价 好 当然是这个时候 好 最后我们要看一下 技术面更重要 因为技术面在我们过去 这个在星期五 星期四大涨的 好 我先把这个字卡先看一下 大家注意看 支撑点月线10730 季线10690 特别注意 但这个压力可能不太容易过 10914 10914到底在哪里呢 待会秀给大家看 而且成交量要有多少 1200 1300以上的突破量 好 那你看这个顶着10914 看 10914 好 那我们看看这个在过去这几天呢 成交量稍微放一点出来 但是呢 黑 开高走低 虽然把这个缺口有回补掉 但是开高走低代表这个卖压还是远重 所以我们往底下看 就是未来这个支撑点 这个是季线 月线 季线都是一个支撑点 但到这 连线这边就太远就不用看了 所以我们下一个星期就看了 这台积电还有鸿海要7月25号出席 4块钱 鸿海能不能拉起来 还牵涉到一个鸿海郭董 会不会获得国民党候选人的提名 当然如果有的话 我讲如果 那鸿海就有7月表现 如果没有的话 那鸿海可能就杀下来 所以这个消息面影响也是很重大 但我们在走在这边 你看这鸿海往下掉 好像好像预告者可能希望不是很大 这纯粹我们看 纯粹看图 纯粹看图说明 我对这所有候选人都没有特别的爱好 没有好恶 就是我们纯粹来看 那么就是这个鸿海因素 也会影响到大盘的表现 当然特别注意 往后如果指数往上攻 我们这个成交量一定要做 1,200 1,300 如果价量倍率的话就是拉回 拉回到我们就看季线 10690这个季线是不是 中期的线是不是守住 就是一个关键 季线一直守住的话 还有机会就往上走 然后再看看其他的变数到底怎么样 当然月底的FED的降息的变数 特别是重要 好 所以量能的部分 1,200 1,300 为止一个攻击量 而且季线收得住的话 那当然未来一周 还是要看一下我们的股王大力光 大力光虽然说 7月份的营收比6月份好 可是8月份看的不是这么清楚 那会影响到他未来的股价空间吗 我们下个节奏回来继续追踪